既然有定時間,就應該遵守這個時間規定,要不然的話就不要當立委 來請走,來請一下 請檢次長,但是這個楊委員,這是跟當立委什麼關係啊? 怎麼來這裡講話這樣子呢? 在內政委員會,大家慣例我們兩黨,大家都共同協議 有些話語,時間不一定掌握清確,只差那麼一點點,你怎麼來這裡講這種話呢? 那我已經跟你表達好幾次說時間到了,你至少主席也應該表示一下 總共也不過就一兩分鐘而已 來,我不要浪費時間,來 那個,次長哈 是 首先呢,有跟這個災害這個部分呢,我是認為增加這幾項是非常有必要啦 因為隔壁的國家就有發生這樣的情形 那,我是覺得就是說,只要其他的國家都有這個,因為現在呢,這個氣候變遷非常的快速 啊,只要有類似的,或者是怎麼樣呢,我覺得尤其屬於海島國家的我們 我是認為我們一定要在這方面啊,像海嘯啦,或者是,可能我們有核能啊,這個啊,等等啊 我覺得這個,及早要揮納進來 那麼至於就是說,海嘯到底這個,這個啊,最後應該防腹 我個人方面是覺得他其實,平常我們在海防工作就屬於內政部嘛 啊,所以其實,呃,就算沒有海嘯啦,平常這個海防工作也要做好 那,最近我們也看到就是說,呃,這個,日本的那個,呃,呃,上次的這個核能的,呃,這個污染的問題呢,呃,呃,現在也飄洋過海了 所以說,其實我們自己也要密切注意一下啊,那,至於其他的,除了我們政府單位的救災的單位以外 我是覺得我們民間的這些單位呢,也應該要多加強啊,因為我們台灣很小啊,如果真的有什麼災難的話啊,大概,尤其是像什麼核災,這個很難,很難躲啦,你沒地方去的嘛,就這麼小一個地方 所以說,呃,如果說,而且我們這個正好呢,呃,核電呢,正好南北都把你包起來啊,所以你真的要逃還真的沒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些,呃,未雨綢繆呢,要做好完全的準備 那,有些需要,呃,藉由民間的力量來協助的,我希望你也能夠啦,呃,其實多做幾次,呃,的防範,呃,演練,或者是,呃,事先讓民眾知道 尤其區域性的,有些屬於山區的,那麼屬於這個山崩啊,或者是這個部分啊,呃,隨時都要讓民眾有更多的,呃,這個準備工作 那屬於海邊啊,大概啊,區域性的不同的災難,我覺得呢,那個訓練的重點也要各自不同 那,尤其在比較偏遠地區呢,這個財政不是那麼充裕的時候,那內政部應該要加強這一方面的啊,才不會臨時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說實在話,對於一些比較窮鄉僻壤的地方呢,啊,就算想要協助或什麼,也因為設備啦,或者平常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呢,啊,這個,這個心有餘力不足 市長,你怎麼說呢? 現在,我們,當,比如說水災啦,台灣最多的大概是地震跟,呃,颱風,然後連帶就是用水災 這個是固定有的 那,目前我們對於當災害發生的時候,比較可能淹水,或者比較受災地區,我們現在都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資料 那將來,容易山崩的啦,或者是斷層帶的啦 這一些,我們都要定,要他們做 這個部分啦,特別注意一下,就還有我們現在有很多交通建設,在斷層帶,比如說,熱生療養院,那個就是在斷層帶 結果當初的那個交通規劃的人,你們沒有可能沒有的,就是在那個環評的時候,也沒有很很完整 所以現在變成到了那邊,一挖就會,產生這個崩塌崩落 像這種的話呢,內政跟整個,啊,未來整個這個大國土的這個保護跟這個經濟發展啦,交通建設,都要統一體,同時要來考量一下哈 這個是跟救災沒有直接關係,但是這個是預先的 另外有一個,就今天的有關這個村里長這個部分啦,我個人方面要表達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里長 里長這個身分說實在是蠻,蠻,蠻這個,呃,尷尬的一個角色 第一個,呃,他算是明代,因為他是民選的,他是反映,呃,這個,里里面民眾的意見 可是他又是怎麼樣,呃,非得去執行,對,呃,這個,行政工作裡面,呃,第一線,呃,任何一項要執行的工作 第一個動員的一定是找里長,一定是這個,呃,從村里啦,開始做起 那麼不管救災也好啦,或者是你平常的訓練啦,等等 那麼包括我們所有的什麼,易警易消啦,什麼,呃,這個,民間的這個,呃,這個,呃,所謂守望相助等等 其實這些呢,都,但是又很吊詭,就是說,每一個里又各式不同 有的里很大,有的里,呃,這個里長呢,他很願意來做這些,呃,這些,呃,不只是行政的工作 那有些里他很小,他選出來,他也沒什麼事做,或者在某些地區呢,他也不需要 就是說,在整個行政系統裡面,呃,所以說,我原則上,我是覺得就是說,以我個人來看,呃,這個所謂春節的這個,呃,慰問金,我覺得,應該是要給 因為呢,你所有的,包括所有的各級民代都有,還有就是說,行政體系的,呃,公務人員也都有 唯獨這個里,里長這個位置,一旦給了,就馬上給污名化,就是說,哎呀,這個是什麼綁裝了 可是實際上,真的選舉的時候,這些人真的就,你可以綁得住嗎?也不盡然 其實在現在一個非常民主的,呃,這個時代裡面,你,尤其是在第一線裡面,你是非常困難把它定義 反而是說,某一個固定的一個族群的,的那個,思維你比較容易,什麼 同一個,一個村里裡面,呃,是住著各自不同的人 所以,常常呢,到了選舉的時候,這個角色呢,又常常會,會變得,呃,很敏感 所以,我是建議就是說,你站在不管是明代的,呃,既有的,像這個市民代表會等等,呃,站在行政執行者,公務人員也都有 所以,我認為站在這個理論上,我是建議給,給予,但是,我們更希望,其實,村里長可以發揮的地方非常的多,啊 尤其他是第一線,在執行這個工作,所以,反而是很多我們行政體系裡面,呃,我們,常常以為,我們常常,最近我們有很多政策,會引起很大的民怨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,我們常常是由上,呃,而下,去思考,這個政策 我們,所有的理論都,經過思考以後,都覺得他很好,沒有問題,公平正義 可是,為什麼,下去以後,會出問題 原則,在於就是說,你只要從一個村里裡面,啊,你去問民眾,你立刻就知道,你這個政策,到底,會不會受害 因為呢,一個理裡面是怎麼樣,來自四面八方,各種不同身份,各種不同地位的人,啊,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,我們在執行這個,呃,這個,呃,我們的這個政策的時候呢,其實,當我們賦予他這樣的一個慰勞金 我們同時也可以要求他,最起碼,公務人員有評比嘛,對不對 明代當然你沒有這樣,但是你可以怎麼樣,辦公務人員一樣的一個評比給他 然後呢,給予他怎麼樣,加獎,我是覺得這是可行 因為,如果一個村里的這個,呃,村里長呢,願意來肩負起所有的話 你只要把村里照顧好,建設好,把它綠美化 我相信呢,由一個村里,到一個鄉鎮市,到一個,台灣是很容易怎麼樣,做得很好的,你認為呢? 很好啊,這個你意見都很好 所以我希望呢,這個部分呢,啊,眼裡一套呢,啊,更有效的辦法,讓這些村里長呢,他們有能力,呃,這個經過選舉出來 相信他們絕對,啊,能夠賦予他更多的責任,真的讓台灣變得好,必須從村里做起,啊,我,我,我個人方面認為,哈 好,謝謝,謝謝